長翼新港這座老廂場 杜翼新港這座老廂場 導入文創和觀光 成為全台第一座 《槍藝文化館》 老闆三兄弟 坐廂三十多年 發現傳統治廂 因為講究公法 就出現傳承問題 加上中國的低價傾銷 讓智香成了西洋產業 他們決定要讓香華麗轉身 打破祭祀的刻板印象 開發出各種創意香 還有取得專利的香三生 每個月供貨高達上萬金 零機一動還把香角 就排成一簇簇的麗香花 成了另類的打卡熱爹 這裡有一座秘密花圃 其實是由香角做成的 一觸一觸叫做麗香花 不但可以是裝置藝術 也可以是網美的打卡景點 是93年 我就已經在登場了 我就在做文川了 應該是售宅的吧 台灣售宅的 是 傳統香檢也是一個西洋產業 那我們要怎麼去創新 所以我開始登場文創 全台第一家文創香藝館 是陳家仁的驕傲 這愛心 金元寶 小人形或蝴蝶形狀的文創香 都是腦力激盪的心血 成功把傳統縣香年輕化 年輕人因為 對於這個宗教信用 他們不一定是要來買 我們傳統百百香 不過他們在這個廠峰的規定裡面 他們對這個文創商品 他們就做大興趣 那不然以前有時候一天 幾十台遊人車去參觀 很高興 也很沒用 打造透明工作區 讓遊客都能觀賞致香秀 四十年老師傅大顯身手 像開膳一樣讓彈香粉均勻沾附香芯 做香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到 香在做的規定 它的生性的工業 這是我們傳統的工業 現在年輕人沒什麼好 因為做香才是很辛苦的 我們的老師傅在這裡做一些表演 他們也實在都在這裡生產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說傳承 保留傳統手工的溫度 但隨著訂單需求越來越高 陳溫中不得不同時導入 機械自動化 年輕一輩也能夠上手致香 它在裡面添香 香料就散開了 它的熱香在裡面的熱香 出來之後 會經過兩桶的青香 不像這組已經做了要幾千斤 哇 這樣你要追喔 對 通常都要八百斤 為了追上產量 大火的手幾乎都沒停下來過 做好的一匹匹香 也得趁著陽光露臉時 來個浩大的日光浴 以前沒有這個溫室的時候 噴香 噴火子 可以說 幾百公秋 甚至幾公里的風 所以如果看到五分大怪 大家就整天都發出一日葬 你如果受香受不去 這給我噴到 給我噴到 就不客氣了 睡中也睡 也是都要很緊張的 我都要注意看 那一頭火烏火什麼的 都要帶冰斑 何弟弟們笑著說起 賽場上的點點滴滴 即使經過三十幾年 卻就像昨天發生的一樣 陳文中慢慢陷進回憶裡 陳文中的治鄉人生就在民國七十七年的社會氛圍下 烘托而成 出事後在老家設立簡單產線 兩個弟弟也主動來幫忙 度過在太陽下一起打赤箔收香環的歲月 不管有時候我們也去塗到瓶頸 因為我們要調出一個好味的味道 我們要跟別人不一樣 變成我們一直在刺 一直在調味的過程 有時候如果沒有塗 那一點的味道 沒有每次要求的 那一定會撒 撒 撒 突然要如何突破關卡 把艾草粉融入檀香粉 攪拌均勻 打出飄揚的粉煙 也藏著三兄弟的創意發想 平常在那個芽條 晚上我們都會用薄薑 艾草 那是說一些蟲子的童子 這個童子 用草煙 把它分 這樣蟲子就不會壞 小時候用來擀蚊子的草煙 讓他們找到了靈感 打成半固態的類黏土 變身成細長條 就像巧克力絲盤旋成塔 再轉著轉著 轉出一張張像光碟片的香環 寧國八十年後 陳家香腸也來到全盛期 家裡的 阿公 阿嬤 媽媽 甚至我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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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會來家裡做 那是做香 晚上包裝 要不然就是做一做 晚上處理舊生理 在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香的銷售量很大 我們一間都要銷售幾千斤的香 隨著銷售量越來越大 廠裡總常來個全家總動員 但正當以為在營運上能喘口氣時 中國的銷售競爭 悄悄來襲 中國大陸的香很小 所以台中有些廟夫 廣廟都要比較小的香 我這個順利的想法就是 我們要人大陸售量要適格 我們做到中高級的香品 一間間傳統製香廠 抵擋不了低價傾銷 黯然歇業 也讓陳文中意識到 這個不起眼的宗教用品 是時候該轉型了 粗大的貢香隨著震動 刻上漂亮的螺旋紋 深黑色的香塔加入香茅粉 更散發清香 陳文中的點子還不止如此 試著打破祭祀用的印象 把香結合觀光 我們所捏的這個就是我們的香料加年粉 檀香加年粉 這個觸感我覺得還滿微妙的 很有頭緒的感覺 真的 很像小朋友在捏黏塗的那種感覺 對啊 對 那這個我們先捏個老虎 老師有都是尖的 是三角形 我捏成圓的就很像熊 香料DIY體驗 捏壓出俏皮的檀香動物 民國九十六年後 陳嘉仁的香藝文化館落成 成功籠繞年輕族群 我跟老師做的差有點多 做我的比較胖一點 我會這樣比較有福氣 真的啊 是 小孩子他有時候他在做他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他希望他自己獨立完成 然後我們看到他完成的作品 我們很高興 對 他就會說下次還要再來 對 對 他要做不一樣的 就像捏黏土一樣的 還有這獨家開發的香三生 那時候想說要用這個 說香料來做成 這個三生來拜拜用 主要就以前 有一個 卡尾飯的火燒手機 這個卡尾飯火燒手機 給我去想說 既然如果有可能會發生這種事 那是不是我們用香料 香料來做三生來拜拜 這讓我們在做香 香燒手機 它的香 可以做的 金針化掉 這份創意已經申請專利 還曾經有李宜公司一次 下訂三萬份的大單 目前更是代工高達十多個品牌 文創把勞廠推向另一個高峰 在那個發展的規定裡面 對三兄在那裡 共心做的打拼這個香料 鳥鳥青煙 營繞著陳家仁的心 散發濃郁的人情味 飄向三十幾年 依然充滿悠香的力量 好